中平聚会所已经举行启用典礼 停车场以及篮球场地都看似做好了 不过代表田东升在咨询时 向卓星乡公所提出疑问表示 为什么篮球架都还没有看到 因为最近很多年轻人想要打球 但是说好的篮球架却没有看到 希望公所能够一次到位 中平聚会所已经举行启用典礼 停车场以及篮球场地都看似做好了 不过代表田东升在咨询的时候 向卓星乡公所提出疑问表示 为什么篮球架都还没有看到 因为最近有很多年轻人想要打球 但是说好的篮球架没有看到 希望公所能够一次到位 喜欢爱打篮球的年轻人 听说他们要筹筑一个篮球协会 篮球发展协会 所以在这里也请多恒息 是不是能够早点把下部落的篮球架 把他架设完成 他们有意成立以后 把他就换成一项的篮球一站 另外公所也针对中平聚会所的 储藏室以及厕所位置设计 需要做改善 有部落居民反应 因为储藏室厕所门口都是朝东北方 大雨一来就会被大雨波及 他的门口刚好朝向东北方 我们的风口刚好在东北方的方向 如果一到大台风 大台风这个风气都会直冲到 厕所跟厨房市的室内 公所的社会客则是回应 会择其进行会刊 再来讨论并且执行改善 田东生最后说 希望中平聚会所既然已经是完工了 就应该要做好 让部落的居民能够安心使用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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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